暑假平日 校園空蕩蕩 不過台北海運的教職員 可沒閒著 校房大動員 恭候學生大驕 而扮演說客的人 居然有八成都是教授 我昨天不是安排過 我去年已經來過了 你們是加油啦 不管打電話摳課 還是當解說員 幾乎是具有博士學歷的 高知識分子 除了教學身兼行政 還有額外的招生任務 特別是藉專的大學 他們行之有名 都是用老師來擔任這些工作 他們家他變得也敢或不敢 利用休假從事非教學工作 多數老師忍氣吞聲 就怕教師評鑑受到波及 而校方不合理要求 已經影響學生的受教權 要去招生的時候 剛好這兩級我有課 我怎麼辦呢 我知道請別的老師帶 或請這個 請這班你們暫時先自修一下 會不會影響打仗推 因為私立學校的那種 雇傭關係很不對準 所有的不對準就是 你不配我就想辦法刁難你 到最後就把你罰了掉 51月被台北海洋學院 理聘為時尚造型系專任教授 卻在7月底被閃電解聘 私立學校常見的勞資糾紛 除了招生 還有任意扣心 教師評鑑不公 以及不當節顧等等 公會是唯一可以幫老師的 一個力量 把令給我們組公會的權利 但是老師不敢去行事 自己的權益自己救 但教師背負教育責任 在公會法修正前 根本不能組公會 教師團體多能分走下 民國一百年促成修法 開放教師籌組公會 但不得組企業公會 換句話說 不能以學校為單位 成立教師公會 一般人可能會常常把 教師跟學生的權益 把它對立起來 所以好像老師組的公會 是會影響學生的 其實這個概念也是 適事而會 除此之外 教師公會被賦予的勞動三權 也沒有正義權的行使權利 等同於不得罷工 所以我們有給教師公會 一個權利就是 一方申請就可以交付仲裁 跟學校談團體協約 但是談團體協約 學校可能會不接受 那我又不能罷工該怎麼辦 我就可以跟地方政府 申請交付仲裁 根據勞資正義處理法第54條 民定不能罷工的職業有教師 國防所屬機關 以及學校勞工都禁止罷工 但國外也有老師走上街頭 2014年英國公務員大遊行 老師也參與罷工 造成數百間學校停課 犧牲掉學生受教權 熱來正義 就算法律允許我們罷工 我們真的也去罷 我覺得社會不會理解 甚至會批評你說 你們犧牲學生什麼 所以這個要經過 很長期的勞動教育 2 30多話 勞動教育該如何扎根 是我們未來的課題 罷工權是勞資談判的最後手段 雙方如何透過協商 真正達成平衡 才是彼此的最大利益